大家好,我是美国健康生活的Jane 今天是2020年5月6号,星期三 今天我有个好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大家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exercise bench 就是可以用来练上肢运动的 我第一次买了一个不合适又退掉 现在从Amazon买东西非常慢 所以这个来了以后我已经试了一天 特别好用 今天我的运动重点是先热身 热身的时候做昨天做过的爱琳的一套小腿的运动 然后今天主要是花一些时间来研究上肢和胸部的运动 因为我觉得我的上肢发展不够平衡 下肢的肌力相对强一些 所以现在主要动动脑子想一想怎么样设计一套动作 把我的胸部上胸部 还有肩膀上肢的肌肉练得更加强大一些 好吧 我们这就开始 当然最后也是有拉伸的 8分钟的一字码的拉伸 同时会加上一些上肢和胸部的拉伸 每次做完运动之后 我们都应该做拉伸 这样把当时已经缩得很紧的肌肉拉开 然后也帮助它放松 好了 这就开始了 这个动作是45秒钟的运动 15秒钟休息 一共只有五六分钟就可以做完 好 这个腿这样踢起来 下面一个宜家垫这样 然后跟不要着地 也有三个动作小腿的运动 然后你可以让心跳快起来 是一个把肌肉激活的一套动作 可以往后 好 实际上是应该穿鞋的 大家 我的习惯有点不是特别好 下面是分开脚 分开脚的脚踢小后跟 好 顺便少许也先拉伸一下 好休息 下个也是提脚后跟的 刚才是谁敢穿一点的感觉 好 我同时练一练 看一下这边 这个手 上去多少 好 现在就开始拉伸的了 拉伸的 这个腿一定要放在下面 然后这个也要伸直 拉这个小腿 拉这条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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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次 这个是在拉这个小腿 拉伸的感觉很强 还有五秒钟 好 下面的动作是三脚拉伸 抬起来之后一条腿 这样然后这条腿 脚跟放在后面 拉伸也很费力气的 好 换房价 脚跟脚都没法着地 要拉一拉才行 好 换房价 好 换房价 好 换房价 我觉得我的左腿没有右腿 的灵活性强 拉左腿很累 好 这个小腿训练做完了 然后我就开始做雅玲的训练 男生和女生练胸部的概念有什么不一样 我的感觉是女生练胸部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对胸肌的感受 所以这一点可能不一定要用很重的重量 一开始要练出来对心居有感受 应该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我第一个动作开始是 雅玲卧推 反向卧推 雅玲飞鸟和上斜推胸 我可能会加一颗用着这个板子的佛撑 佛撑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用这12磅的 每个15个 跟着向推 杠了一样 15个 15个 然后第1个是 第2个是 斜着的一个臥推 我再做一个超级组 就直接开始了 这样的 可能是胸下部的肌肉 它说这个练上部的我没有感觉出来 雅玲飞鸟是第3个动作 一定要小一点 我就用8磅了 这个说是要 肿部要锁住 这样 如果是没有任何人叫我 我都没有任何人叫我 这这些人叫我 我真的做到 这个级组 那个事 要是哪里 就是我 那个的 我都没有 好了 下面一个动作 它是要换 换这个 抬起来 但是我中间加一个 加一个腐活冲 用这个来做腐活冲 这个 对我来说很吃力 这个肌肉没有那么大力气 好了 我就只做10个 然后来看看下一动作 上斜的一个 中间不要休息太久 不要超过二三十秒 这样的 上起就是斜着的 好舒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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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我找到感觉了 这个上推确实有效果 他在下面做的时候 我加一个动作 我觉得女生需要做这个动作 或者是 好 这样稍微往下一点 把这个鸡肉先张开 好嘞 食物 然后大老师 要斜着的 我就不起来了 我休息一下 接着再做 这个我感觉 现在胳膊没劲 这个我要少做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练到对 我就直接换到下一个动作 飞鸟 飞鸟之后 做斜着的上去的时候 我再多做一些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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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嘞 现在在斜着的上推 好嘞 对这个方向 好这个胸部有感觉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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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佛生 佛耳超多 今天是在这个有一定高度的节奏 就稍微再简单一点 不要浮一点 下去太低 这个好像有点感觉 能不能稀释这样的 这样能好一些 不然这个胳膊真的是没有力气 好了今天的时间稍微短一些 再二三分钟 然后下面就开始来做拉伸了 今天感觉不错 就直接放在后面了 这个腿在后面 跟着我自己的节目做 到这边一下 一边一份多 一边一份多 好了 放一个方向 这一天连着做拉伸 并且感觉就不一样 你看这条腿很容易就放在这边了 我觉得我压得越来越低了 是不是有一些 然后再往这边一些 好 下面就是 这个动作了 好 这边 放下来一下 再压一下 后面有这个动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舒服 然后最后一个动作 动力腿的那个动作 再喜欢之后 就做这个 尝试下压的这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压在下面 然后 这个压一压 尽量把这个压低一点 然后看看压多少 多少 还有很远 然后这个 这个压一下 先一点 这个还是可以的 好 欢迎放下 好 欢迎来 好 欢迎来 这怎么也下不去的呀 好吧 这个 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前面再 脚在前面再试试这个 好了 看艾琳的有一个动作 还是挺喜欢的 我再试一下 这个动作很好玩 可千万不要手松了 拖到地上 拍这个动作很好玩 这个动作很好玩 这个很厉害 哦 这个就是跟我的意思一样 胸部的肌肉有一些感觉吧 好了 今天只要学习了一些动作 然后开始开创一套就是上肢 胸部的运动的训练 这个可能不是特别完善 大家先做一个学习参考 然后再完善一下 再继续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套 胸部训练 女生做胸部训练和男生可能不一样的是说 女生首先要体会到哪个肌肉在动 有了肌肉的感受之后 才能让我们的大脑协同训练那个肌肉 我们的腿部啊 胳部啊 我慢慢都已经能够知道用到 但是女生很少用到胸部的肌肉 所以这个慢慢就会退化了 对吧 我们都一起来动脑子 一起流汗 然后我们一定就会越来越开心 很多人都说你好有毅力啊 每天都练 其实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运动的时候 脑子都不用去想白天的那些事情 然后呢做完了之后 就更轻松 第二天浑身有点酸酸的痛的感觉 感觉也特别好 我觉得运动的时候 你如果觉得那块肌肉在发热 在一种burning 那肯定就是用到它了 练到它了 然后第二天觉得酸酸的 脏脏的 那一定是它在威斯利之后再成长 然后长起来肌肉就会大一些 好了 啰嗦的太多了 谢谢大家陪伴 明天再见 拜拜